看我有没有写上 曾经亲身经历1964年香港左派发动的六气暴动的刘瑞绍 今年退出立作《我从六气暴动到今天》 主要介绍和分析中共政府是怎么通过革命宣传 用左的意识形态将当年香港的年轻一代洗脑 刘瑞绍对美国之音表示 1967年他13岁曾经盲目爱国 曾经是身带毛主席语录和左派报纸传单的左派阵型的小鬼队 结果后来发现从毛泽东到周恩来 都在背后策动和主导一个左派暴动 而整个暴动是有政治意图的 我希望今天的人无论年轻人或者是建制派 你都要了解你参与政治你爱国都要清醒不要蒙目 今年是六气暴动的50周年 六气暴动在1967年5月在香港爆发 当年香港左派人士甚受中国大陆文化革命影响 认为当时在港印政府的统治下出现各种社会矛盾与不公 在香港举行反印政府的示威 最后事态演变成枪战炸弹袭击等大型暴乱 直到1967年的12月 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要停止炸弹浪潮后 暴动才平息 根据当时的统计 六气暴动造成51人死亡 近832人受伤 被逮捕的人士有4498人 李瑞少表示他当年亲身经历爱国教育 但他后来意识到爱国教育很多都是骗人的 而现在有很多中国的事情更需要用独立思考去关注 最近有中国党媒提及习思想的概念 表示18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改革发展稳定 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议题上 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认为这些是创新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外界传测 习近平思想将会写进19大的党章里 李瑞少表示希望这本书可以打开一个节 他认为现在的领导人可以为六气暴动的决策承认错误 反过来增加自己的卫信 李瑞少表示 现在习近平可以独当一面 应该有足够的信心为前任的错误道歉 如果六气这个节能打开 也同样可以打开六四这个节 李瑞少说 中国政府现在仍然是走封建皇朝的管制思想 意识与模式都跟现代文明人权法治对撞 他认为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的经济体系 完全有能力进行政治改革 美国之音记者唐佳琪海燕香港报道